也非常感謝趙少康先生 對我的心心念念 從來 真的從來 沒有像趙少康這樣一個人 這麼惦記著我 一場政見發表會 提到我的名詞超過40次 我也很感謝趙少康先生 對我的真心推薦 他說 如果賴清德當選總統 我就是他的老大 我就是他的老闆 我就是他心目中的少黑英雄 他還說 我將來一定是最好的總統 我從來沒有 這麼贊同過趙少康先生 當然我也要謝謝趙少康 他應該是吃了一顆 大顆的誠實豆沙包 不過我想和大家說 賴清德當總統 人民才是老大 人民才是老闆 每個認真打拚的人 才是真正的英雄 大家說對不對 四年前 台灣隊長 小英總統和我搭檔參選 正副總統 我們獲得817萬票的托付 繼續帶領台灣走進世界 這四年來 我們不用膝蓋走路 我們勇敢自信 與世界同行 這次我邀請美琴和我搭檔 要以國家希望工程的願景藍圖 延續小英總統8年的好政績 我和美琴都是認真打拚 固然遭總的行當派 一定不會辜負大家的期待 我們會好好帶領國家 守護民主台灣 守護民主台灣 美得贏台灣 台灣贏得美 很多人都認為怎麼這麼巧 賴清德蕭美琴剛好 美得贏台灣 但是今天晚上 蔡英文總統出現之後 還真的是贏得美贏得美 今天晚上三個人都在這裡 可以說是三個願望一次滿足 大家開心嗎 大家開心嗎 開心的請舉手 三個禮拜 副總統政見發表會 大家有沒有看 有 美琴表現怎麼樣 表現第一名對不對 對 我在這裡 跟大家坦白我也有看 我非常肯定蕭美琴 也非常感謝趙少剛先生 對我的心心練練 從來 真的從來 沒有 沒有像趙少剛這樣一個人 這麼惦記著我 一場政見發表會 提到我的名次超過四十次 我也很感謝趙少剛先生 對我的真心推薦 他說如果賴清德當選總統 我就是他的老大 我就是他的老闆 我就是他的老闆 心目中的掃黑英雄 他還說我將來一定是最好的總統 我從來沒有這麼贊同過趙少剛先生 當然我也要謝謝趙少剛 他應該是吃了一顆大顆的誠實豆沙包啦 不過我想和大家說 耐清德當總統 人民才是老大 人民才是老闆 每個認真打拚的人 才是真正的英雄 大家說對不對 明天我又要去辯論了 但不是和這位辯論 他現在應該也不用準備辯論了啦 我想以後應該也是不用 這四年來我很榮幸和蔡英文總統一起為台灣打拚 一起面對許多挑戰 現在的賴清德 有信心接下小英總統的棒子 繼續守護台灣 明天我要辯論的對象是這兩個人 我要和今年曖昧的大半年 最後卻翻桌破局的這兩個人辯論 請大家準時收看為我加油好不好 前陣子我受邀參加一場女董事長協會舉辦的論壇 我在致詞時說 要談女性的領導力與決策力 全台灣可能沒有第二個男性比我更適合 因為蔡英文總統是台灣第一位女總統 我是她的行的院長 又是她的副總統 這四年來我擔任副總統 小英總統 常常和我密集討論國政 我要和大家說 總統真的非常辛苦 要帶領整個國家穩健前進 確實相當不容易 尤其台灣面臨特殊的政治情勢 在世界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總統要顧慮的事情真的非常多 大家應該也都知道了吧 小英總統這些年 白頭髮變多了喔 有沒有注意到 皺紋也增加了不少 不過最近應該也有很多人注意到 她的笑容越來越藏不住 她的笑容越來越藏不住 哈哈哈哈 我知道她已經準備好要快樂畢業高歌離席了 好可憐